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周二 用中英文发布声明说 国务院下令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和其家属 自上海总领事馆撤离 减少人数和缩小运作规模 对我们的员工和家属而言是最好的决定 雇员和家属将搭乘商业航班离境 声明还说撤离令已告知中共当局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和其他官员 持续向北京提出对在华美国公民的关切 美国国务院周一更新了对中国的旅行警示说 由于与疫情有关的限制 包括父母与子女分离的风险 请勿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 吉林省和上海市 警示说中共任意扣押美国公民 并限制他们离境 并阻止美国使领馆人员 向他们提供领事服务 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 新唐人记者李梅、李明迪 综合报道 第1异列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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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